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酒吧蹦迪 被出差在外的老公抓个正正 我望着劳斯莱斯后 做那张俊美无比的侧脸 干咳一声 解释,误会 他逆了我一眼 视线由上极下 依旧扫过我的小吊带 小短裙和小高跟 目光所及之处 我如触电般 领起鸡皮疙瘩 我善善笑道 是酒吧的一个活动 我也不想穿成这样的 老赵,他突然出声 前座的司机凛然硬打 是 打电话问问有没有这活动 是 别别别,我忙钻上他的手臂 鼓噪的心跳 泄露了我说谎这一事实 我低头承认 嫩坏了 出来透透气 他许久没作声 我敲摸抬头 发现他垂眼正望 我攥着他手臂的指尖 眼底情绪晦暗不明 我吓得当即收回手 想起什么 又连忙端庄坐姿 极力表现淑女 温柔小意地问 不是出差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会议推迟了 他轻描淡写 哦哦哦 我下意识这样打 细想又觉不够淑女 不就一句 嗯 他又瞥我一眼 我盲民起一个 蒙娜丽莎的微笑 端庄又得体地回看他 他盯着我的脸 看了许久 只说一句话 别再穿成这样 来这种地方 这句话的前台词是 他的白月光 不会穿成这样 来这种地方 替身修养 满分的我连忙应声 嗯嗯 下次不会了 我的老公 傅彦慈 金圈最瞩目的存在 明明能靠家里 非要靠自己的典型代表 他读书时 创立过一家公司 短时间内 将其带到 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又在公司最鼎盛时期 宣布回家继承家业 传起故事 至今还为人称颂 可就是这么一位 人人赞叹的太子爷 如今却被我这胡咖 漫画作者收入囊中 一切只因为 我长得像他死去的白月光 这是并不是傅彦慈本人和我说的 毕竟他见我第一面 都只有两个字 结婚 关于白月光 我是从一本财经杂志上看到的 鉴于太多太多人 关注傅彦慈的私生活 于是财经杂志的记者 在采访时 也抖着胆子 问了几个关于私生活的问题 傅彦慈的回答很隐晦 大意是他年少时认识了一个女生 他们度过了相当美好的一段时光 可好景不长 那女生因病去世了 于是就轮到我 替身上位 就我做替身一事 我的朋友们还曾展开激烈讨论 他们纷纷劝我离婚 并深信这种婚姻 是不会有幸福的 可我并不需要婚姻幸福 老公不回家 有钱随便花的婚姻生活 已经满足我对婚后的一切向往 我果断选择扎根替身 结婚到现在已经两个月 傅彦慈在家待的时间 笼共都不超过一星期 我本以为我这替身 做得还算称职 直到今晚 她面色不渝 英俊的脸庞 冷得都快掉扎了 我猜我可能有点破坏 她对白月光的美好幻想 刚巧家里的阿姨 做了糖水 我忙成了一碗 借花献佛 推开书房的门 在忙吗 她微正 指尖摁下暂停键 低声 休息十分钟 她望向我 眼底平静无波 似在询问 我有什么事 我紧张到 给你端了碗糖水 她后靠椅背 命命道 过来 我小步往前挪 逐渐挪到目的地 余光披一眼 电脑屏幕 像是在开视频会议 可会议时间 不是推迟了吗 不容我多想 傅燕慈 已经端过糖水 吃了起来 我又看一眼 电脑屏幕 被网格分开的西装 革履的人头 通通指望得见发顶 有的发顶稀疏 瞧着格外显眼 像是再忙 又像是一眼都不敢 多瞧电脑屏幕 我敏锐察觉到什么 询问 摄像头应该关了吧 傅燕慈镇定道 没有 我嘴张了张 又果断逼了回去 算了 我和傅燕慈 现在是有结婚证的关系 被人看见也没什么 可大庭广众之下 被人看还是很羞耻啊 我又小声问 那你声音关了吗 她停下动作 沉默片刻 端向问 你要做什么 网格中已经有几个人 为八卦而大胆抬起了头 傅燕慈利落地 关掉声音和镜头 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我匆忙抛下一句不做什么 飞速出了书房 酒吧蹦迪事件后 傅燕慈回家的频率明显提高 以前他一星期大约回一次家 现在他恨不得一天回七次家 我开始能在家中各处望见傅燕慈的身影 书房 客厅 影音室 健身房 我曾经悠然自得的私密小角落 逐渐被他占领 我自然不能多说什么 毕竟这是他的家 我只能躲 避免和他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可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好像我在一个地方没待多久 他就跟过来了 几次下来我询问最近不忙吗 还好 他又问道 你在躲我 不等我回答 他又道 你一个人待着不是闷吗 我刚想说我什么时候闷过 又想起我去酒吧蹦迪时 随口搬出的托子 可问题是 和他待一起更闷呀 望着他真挚澄澈的眼神 我没有把这话说出口 我哄道 有你陪着我就不闷了 傅艳词搬来电脑 待在我待过的任何地方 逐渐的 我习惯傅艳词的存在 甚至他在我身边 我也能自如连载 最新一张的漫画 闺蜜突然发来消息 我听说老板最近无薪工作 是被红颜祸水勾住了 他问 这个祸水不会是你吧 闺蜜是傅艳词公司的员工 某次接他下班 偶遇傅艳词 这才有了闪婚等一系列事宜 我望着身边专心工作的傅艳词 答 是我 闺蜜再问 你不是替身吗 我苦闷道 我也很纳闷 我明明是替身啊 我都开始怀疑 我就是他年少时的白月光 我生死历竭 可我明明没有死过呀 替身白月光一事 困扰了我好几天 直到某天 傅艳词的奶奶突然找上门 一切才真相大白 那是一个寻常的工作日 傅艳词依旧没去公司 窝在书房批阅助理送来的文件 而我守着电脑 与编辑就漫画最新一期的尺度问题 展开探讨 书房门突然被推开 一位满头白发 拄着拐杖的陌生奶奶 闭在门外 好奇地张望室内 我正纳闷 一旁的傅艳词站了起来 她微弯着腰 哄人 奶奶 您怎么过来了 老太太做事拿拐杖打她一下 我不过来 怎么知道你说结婚的是是真是假 紧接着她望向我 慈眉善目地笑 孙媳妇啊 我是奶奶 我疼得站起 拘谨地叫了一声 奶奶好 书房转到客厅 我和傅艳词排排坐 接受长辈爱个检阅 怎么认识的 领证多久了 准备什么时候办婚礼 种种问题 由傅艳词一一作答 而我负责在一旁羞涩腼腆 也是从交谈中我才明白 原来傅艳词早知道长辈要上门 只是长辈爱搞突然袭击 未免闪婚事宜露线 所以她这段时间才一直待在家 营造一副假恩爱的景象 这才对嘛 老太太感慨 结了婚就不能总是忙工作了 你得多花点时间陪老婆 我看现在这样就很好嘛 小夕高兴 我也高兴 我抿着唇想 如果傅艳词忙工作的话 我能更高兴 老太太又道 行了 你开会去吧 我和我孙媳妇单独聊会儿 我紧张地望向傅艳词 她递给我一个安抚的眼神 然后转身离开 老太太也顺势支开两名随从 等客厅就剩下我和她 这才语重心长道 孙媳妇 你老是告诉奶奶 艳词她对你怎么样 我忙到她对我很好的 她追问感情好吗 我笃定非常好 编瞎话总是心虚 我又找不两句 你看她为了陪我 连工作都搬回家来了 这还不足以证明她对我的爱吗 老太太呵呵笑两声 那就好 那就好 她说 本来艳词突然提结婚了 我还怕她是为了糊弄 我随便拉人领证 现在看你们小两口恩恩爱爱的 我也就放心了 一时间 我竟不敢与老太太的温柔目光对视 毕竟这奶奶可真够了解孙子的 连随便拉人领证都能猜到 东拉西扯聊了一大堆 聊到新起处 老太太还和我讲起复艳词的过去 我听出不对劲 随口问 怎么在国内待得好好的 要被送出国呀 老太太一顿 脸上的兴奋劲没了 她缓了会儿才说 是当年发生了一些事 我敏锐地察觉到 这件事可能和白月光有关 本不指望老太太能告诉我 不料她先是沉默 随后斟酌着开口 是关于一个女孩 奶奶怕说了 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 但又觉得这件事 你该有知情权 所以奶奶把决定权交给你 她目光温柔看我 你想知道的话 奶奶就全部告诉你 好吗 长辈如此诚挚 我也不由地连起心神 原来白月光真的存在 傅艳词和那女生自网络相识 感情甚度 曾为了她动用家里的关系 甚至不惜和家里闹掰 也要去找她 被关禁闭也不消停 当初连跳楼这种事都做了 我想着傅艳词如今冷心冷情的模样 实在难以想象她还有那样为爱疯狂的过去 不过都过去了 老太太拍着我的手说 我能看出艳词都放下了 她现在非常喜欢你 我嘴上嗯嗯 心里哼哼 她才没有放下 她都为白月光找提身了 老太太忐忑问 小夕 你会介意吗 我摆出热恋气女生该有的姿态 故作凶狠道 介意呀 所以我一定要她好好补偿我 应该的 应该的 怎么补偿都不为过 老太太松一口气 笑着说 她要是敢欺负你 你来找我 我帮你找她算账 我忙哼哼唧唧 找老太太撒娇 心里去想 太好了 我真的是替身 对于我乐得做替身一事 闺蜜再度表示不解 她发来灵魂质问 当替身到底有什么好 以至于你如此痴迷 我哼笑一声 缓慢敲字 不是白月光 却享受白月光的待遇 还不用背白月光的感情债 每个月都有大笔生活费到账 闲着没事 还能找爸总老公调情 傅燕慈确实是帅 我妈也不催婚了 这些优点还没发完 闺蜜的消息已经回过来 你帮忙问傅燕慈身边的朋友 还缺不缺替身 我突然觉得我也挺适合的 我笑了笑 继续道 而且活的爸总就在身边 非常方便我连载最新的爸总漫 闺蜜感慨 副总工具人实锤 她又道 不过你那爸总漫不是砍了吗 怎么还在连载 提起这个我就一把心酸泪 我本来是一名擅长悬疑漫的漫画作者 之前心血来潮 画了一本少女漫 谁知连载成绩一路走低 最终惨遭腰斩 编辑当时的评价是 你不懂爸总 你不懂少女漫 你不懂爱情 三个不懂 属实是把我说气奶了 但我骨子里有些不服气 以画完这本 再画三本悬一漫的承诺做交换 最终换来爸总漫的苟延残喘 闺蜜忧心道 你真的行吗 我笃定道 我真的行 俗话说得好 没吃过猪肉 还见过猪跑吗 傅燕慈如今整天 在我身边转悠 我还能不懂爸总吗 我把傅燕慈的日常生活 套进男主的人设 甚至在画到卡壳时 直接问他 如果是他 他会怎么处理 傅燕慈热心地 给出他的意见 他似乎极满意 我把他当成男主这件事 偶尔还要主动参与进来 给出参考性建议 一来二去 我和他日渐熟络 又是一个稿件 被打回的夜晚 我抱着电脑的卧室 苦着脸冲看书的傅燕慈到 编辑说我男主崩人设了 傅燕慈将书搁在一旁 怎么回事 我简单介绍 剧情 女主和男同事吃饭 男主误会并吃醋 强吻 把女主带去酒店吃干抹净 傅燕慈的耳垂可疑的红了 他略抬谋 怎么会想到这个剧情 小小说读者就爱看这样的 小小就是我的闺蜜 傅燕慈分析 但男主的爱很浓烈 在还没确定关系的时候 他不会用这种方式伤害女主 我小声 但爸总不都那样吗 傅燕慈看我 我是那样吗 我暗自嘀咕 那是因为你心系白月光啊 傅燕慈小之以理 他说 如果你是女主 男主突然跑来强吻你 你怎么想 还能怎么想 我大想特想 嗯 他不解 我说 男主长这么帅 强吻我也不亏 就当是 傅燕慈皱着没打断我 那我算长得帅吗 刹那间 我脑中一阵火花带闪电 闺蜜不止一次 吐槽过我很直 我也时常觉得我很直 但就在刚刚 我隐约觉得 傅燕慈是在撩我 毫无疑问 他是很客观的帅 如果我承认他很帅 在帅哥强吻无罪的 前提条件下 他是不是就要 吻过来了 可怎么回事 又怎么能这样 我是替身啊 我直觉 今晚有哪个地方出了纰漏 此地不一再久留 我重新抱起电脑 试图逃窜 傅燕慈含着笑的声音 响在身后 有空多看几本少女心事 傻兮兮的 他评价 回到书房 我还是无法平静 显然 替身爱上找替身的金主 这是天底下最愚蠢的行为 我也不要成为这样的蠢人 我拍着脸颊 试图降温 目光在书房内 最终落在身后的书架上 我记得傅燕慈在书房 看过少女心事 还不止一次 我当时只觉得 他这爱好怪怪的 现在认为 多看几本书 还是很有必要 我朝书架走过去 在其中某排 看到了与整个书架风格 极为不符的几本书 少女心事 三十天教你读懂女人 别说你不懂女人心 如何让老婆宠你一辈子 我再次笃定 傅燕慈的爱好就是很怪 边吐槽边翻开那本少女心事 浅浅翻了几页 我就看不下去了 我再抽出那本 如何让老婆宠你一辈子 刚翻开 一张照片顺势而落 我顺着照片飘落得轨迹低头 意外在照片上看到了我自己 还是高中时候的我自己 我瞪大眼 傅燕慈怎么会有我照片 难道我真是她年少时的白月光 我可能是傅燕慈白月光这一观点 刚窜出脑海 就被我无情压制住了 因为从事实出发 这确实不可能 首先 我没网恋过 也没和谁发展过一段 缠绵翡测的爱情 这段爱情深刻到 能让傅燕慈跳楼 如果我是当事人 那我必不能忘了 其次 我也没死过 白月光因病去世 让傅燕慈念念不忘到如今 可我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 我试图把照片理解为年少时的白月光 毕竟我和她有几分相像 但照片越看越不对劲 就算长得像 总不能连房间的陈设和格局都一样吧 照片像是自拍 女孩睁着乌溜溜的眼睛望着镜头 皮肤干净白皙 稚气未脱的小脸上 还带着些许婴儿肥 表情拘谨 离窝浅浅 她的身后 书架上摆的是各种风格的画集 墙上挂的是出门游玩时 随手涂抹的风景 甚至连床上摆的玩偶 都是某热门动漫的周边小熊 这分明就是我的房间 也就是说 照片中的人是我 可这就更荒谬了 我根本没拍过这张照片 何况这还是自拍 以前的 我最讨厌自拍了 这绝不可能是我 矛盾的两种观点 在我的脑中冲撞 思来想去 找不到头绪 我决定去找傅燕慈问问 我把照片加回书里 带着那本少女心事 重新回到卧房 傅燕慈依旧在看书 我装模作样地挪到她身边 说 我把少女心事找来了 然后当着她的面 翻摊那本书 抖落的照片 飘飘洒洒到她怀里 傅燕慈伸手接住 低眸垂眼 不至于此 我凑过去看 怪叫一声 你书里怎么会有我的照片 傅燕慈默地笑了 是那种眼角眉梢 都含着笑意的笑 她看我的眼神 像在看傻子 她说 故意的吧 什么 我装傻 自己一个人琢磨多久了 她问 我记得这张照片 没夹在这本书里 我书地想起 这照片原来夹在那本 连书名都让我难以启齿的书里 大意了 我默默消化两秒 继续揪着原话题不放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竟然会有我的照片 还是自拍 傅燕慈很淡定 这有什么 我费尽心思弄来的 我更惊讶 这怎么弄 我都不自拍 人脸认证 她说 我从软件后台提取的 只找到这一账 所以珍藏到现在 荒唐二字 在我嘴边打转 我都呢 从哪个软件提取的 这是信息泄露 那个老板要抓去坐牢 嗯 傅燕慈说 所以当初是先买的公司再提的数据 理解为人工审核会不会好点 只不过你的审核员是我 见我沉默 她又道 当然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 那你要抓我去坐牢吗 一时间 我竟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好像就是 她那个圈子的形式作风 就是这么的肆无忌惮 横行霸道 傅燕慈说 你当初一言不发 就要因病去世 连账号都注销了 我总得给自己留点念想吧 因病去世触碰到某个开关 我忽然警醒 所以我是白月光 什么白月光 她不解 我纳闷 难道你不是因为我长得像你的白月光 才和我结婚的吗 傅燕慈沉默了 她说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比较直 没想到你还有点傻 她笑看我 哪有什么白月光 你有看我身边出现过其他女人吗 好像确实没有 她望着我 眼神澄澈 如果真有白月光 那也该是你 我一阵恍惚 虽然我曾不止一次猜想过我就是白月光 但我确实没想过 还能有猜想变为现实的那一天 替身是白月光 多荒谬啊 傅燕慈不解 我有做什么让你误会自己是替身的事吗 我辩解 第一次见面就说要结婚 你告诉我 怎么才能不误会 傅燕慈笑 你当时在相亲 我确实有点着急了 而且 她补充 那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准确来说 不是我第一次见你 我眨眨眼 你第一次见我什么时候 一年前 傅燕慈说 那时我刚回国 一下飞机就去看你了 偷偷的 我明明纯 白月光的感情 债在瞬间压垮我的双肩 我甚至都不记得 我是什么时候勾搭上傅燕慈的 我鼓足勇气 提问 我们到底怎么认识的 画笔 傅燕慈说 现在应该叫 神笔小夕 记忆被一句话支回过去 画笔是我那时常用的一款 小众绘画软件 工具齐全 功能强大 笔触丰富 甚至还有社区功能 供绘画者交流心得体会 那时我画画还处于 偷偷摸摸的阶段 现实世界无人分享 便只好把画好的作品 传到平台 与网友一起交流品鉴 虽没费心经营 但账号逐渐也积累了 不少的粉丝 那几乎是我高中三年 最辉煌的时期 每次上线都有人夸我 每天都有人催我神仙大大 什么时候再来一张 只可惜好景不长 事情终于还是败露 我也落得消耗跑路的下场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傅燕慈问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 纵然当时那么黑暗 那么绝望 现在想起的感觉都是淡淡的 我轻描淡写 我妈不让 她怕耽误我的学习 傅燕慈神情认真 可你当时说 你想死掉 我瞪着她 你到底知道多少 傅燕慈小心翼翼 我怕你出事 也希望尽我所能帮帮你 所以当时还查其他的 我叹一口气 我当时想报美术专业 我妈不让 她还不让我画画 吵起来了 就这么简单 傅燕慈追问 为什么不让画画 我索性全说出来 因为我爸是学美术的 他抛弃气女 我妈就觉得画画的没一个好人 同样的 她也不允许我画画 傅燕慈点点头 说明白了 我的脑子 却不由自主地想到那段过往 当时的情形 自然没我说得这么轻松 我至今还记得 我妈发现 我在偷偷画画时的神情 爱莫大于心思 莫过于此 她撕回我房间 珍藏的所有画集 践踏我藏在床垫下的 所有作品 连带着墙上那幅 风景涂抹也没放过 她指着我那 粉丝数不少的账号说 什么时候开始 那时我还处于震怒之中 我冲她吼 你凭什么这么做 她也吼 因为就是不能画 两相僵持 最终 她以自杀为威胁 亲眼盯着我 注销那个 我经营已久的账号 我承诺不再画画 如她所愿 好好学习 我也以为 我能好好学习 可丢开的画笔 就像是抽去的主心骨 我逐渐抑郁 最终又因为吞药 换来她的妥协 时间真是良药 当时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忘的事 现在想起来 竟也有点记忆模糊 我还在感慨 傅燕慈已经开口 还记得我吗 她说 我是小鱼土泡泡 我瞪大眼 你是小鱼土泡泡 是我 傅燕慈笑了笑 我简直震惊到无以复加 可以说 傅燕慈是小鱼土泡泡 这一事实 比我是傅燕慈的白月光 还要让我震惊 小鱼土泡泡 是我在画笔的第一个粉丝 她不会私信催更 也没那么多天花乱坠的彩虹屁 但她会评价我的每一幅画 不是多么华丽的文字 很朴实 却总能轻易戳中我的内心 有时我甚至觉得 她能透过话看穿我 我把她视作知己 逐渐的 我和她聊生活中的苦闷 学习上的困惑 她并不能时时回复 但这种与树洞交换秘密的聊天方式 反而更多我心 也许正因为把她当成朋友 所以被我妈逼着注销账号那天 我会点开她的私信 给她发去消息 偷画的小夕 我不会再更新了 我不打算画画了 她第一次秒回我 小鱼土泡泡我 为什么 原因令我难以启齿 套在家长脖子上的绳索 何尝不是悬在我头顶的尖刀 我泄愤式地敲字 癌症晚期 活不了了 再见 这是我给小鱼土泡泡 敲的最后两个字 然后 我在妈妈的监视下注销账号 与一切画画相关的东西说再见 当时 情况特殊 我向傅彦慈解释 也是向当初关心我的小鱼土泡泡解释 我明白 傅彦慈说 但我当时真以为是癌症 想我认识那么多有名的医生 没准能救回你 也不一定 所以你查我 傅彦慈点点头 那你也应该查到了 我不是癌症 但你想死掉 他这样说 抑郁那段时期 连脑子都是昏沉的 我已经忘了 我是在哪里敲下的这句话 又是因为什么被傅彦慈得知 墨地 我脑中闪过傅彦慈为爱疯狂的过去 动用家里的关系 倾尽一切找人 被家里关禁闭 跳楼 我敏锐问 你当时跳楼是因为什么 傅彦慈笑我 你的话题怎么这么跳跃 回答我 他斟酌着开口 因为想救你 怕你做啥事 也怕来不及救你 傅彦慈说 非我主观意愿要跳楼 只是他们把我关在阁楼 我想楼层也不算太高 就 他省略了接下来的话 但我能想到 当时有多凶险 我说 你这比我 还像重度抑郁呢 傅彦慈笑 他们都说 我是疯子 谁嘛 傅家的人 因为疯 才要被送出国吗 这么理解也没错 傅彦慈说 因为傅家不需要情绪不稳定的继承人 他们想要我出国冷静 我随口说 看来现在是情绪稳定了 傅彦慈摇摇头 不是 他说 是因为现在的傅家 我说了算 一句简单的说了算 我仿佛能窥见傅彦慈努力的这些年 最初我对他的了解 来自于那些媒体和杂志 所有人都夸他年轻有为不可限量 所有人都默认 他是背靠傅家好乘良 没人知道 这背后还有他默默抗争的过往 我说 怪不得你能随随便便和我领证 嗯 我原本以为你们这种家庭 婚姻是不能由自己做主的 傅彦慈没否认 只说 如果连婚姻都不能做主 那做傅家的主 还有什么意思 我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 他做这一切 就是为了和我结婚 可是 为什么呀 我小心翼翼发问 我们那时候不是情侣吧 我记得不是 但傅彦慈的种种表现 又会让我误以为我那时候和他谈了 傅彦慈神色一僵 他问 你把我当什么 朋友 我说 细想这个词不够妥贴 我又补充 知己 傅彦慈脸黑了 他像是在生气 他质问我 你会和其他的男性朋友 及男性知己 聊你的小困惑 你的小烦恼吗 他说 你那时候熬夜掉了几根头发 上课被老师点了几次名 话话话到手酸 都要找我抱怨 我敏唇 没好意思说 这是被网络世界治好的社恐 毕竟谁也不认识谁 小鱼土泡泡 就像是我的树洞 我可以尽情倾诉我的不快 傅彦慈说 我把你当女朋友 我瞪大眼 可是我们都不暧昧 他看过来 我距离力争 哪有谈恋爱是我们那样的 就算我没网恋过 我也知道网恋大概什么样 早安晚安地不可少 亲亲抱抱是家常便饭 就算实际亲不到 那表情包亲到也算亲到 可我和傅彦慈哪有这样 所以连暧昧都谈不上 傅彦慈难得有些懊恼 我那时候不太懂这些 到这一刻 我才明白书房书架上 那些教你读懂女人新的书籍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笑他 你现在也不算太懂 傅彦慈看着我 但我有一辈子的时间慢慢懂 我书地近身 心跳声在这一刻快要振脱耳膜 我有某种强烈的预感 傅彦慈要说些什么 果然 他开口了 我喜欢你 晨曦 他说 这是过去的我不及你的暧昧 在我的正愣中 他又开口 我爱你 老婆 这是现在的我对你的承诺 他的脸很红 但他的眼神很坚定 虽然现在的我也不是很懂 但我喜欢你这件事 我想要你知道 然后呢 你当时怎么回应的 闺蜜显然对我这 替身变为白月光的故事 很感兴趣 虽然距离那晚 已经过去几天 但那晚的记忆 依旧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 我甚至能复刻傅彦慈 当时说的每一句话 我拖着腮 苦闷到 我当时有点傻了 然后 然后傅彦慈 让我不要有压力 说他只是想让我知道这件事 不希望 我再胡思乱想 闺蜜学我拖着腮 感慨 真没想到 他还是这么体贴的男人呢 唉 我叹一口气 闺蜜皱眉 怎么感觉你成为白月光后 反而没你做替身开心了 感情债啊 我愤愤到 这种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另一个人在背后 默默付出好多的感觉 一点也不好 我再次叹气 我现在感觉自己欠他好多 闺蜜敏锐道 以前那么多追求者默默付出 也不见你感觉欠他们好多 我辩驳 可是我和傅彦慈结婚了呀 闺蜜只问 你是不是喜欢他了 没这么快吧 我惊讶 满打满算 才过去几天 在这之前 我还认为 爱上赋言词 是天底下最愚蠢的行为 闺蜜笑我 这又不是需要过程的数学题 心动本来就是一瞬间的事 你现在为他烦恼 不正说明他在占据你的心吗 我不安得咽咽口水 那现在怎么办 闺蜜笑得更欢 你问我 我拘谨地点点头 你们两个相互喜欢的人 昏都结了 接下来要怎么办 你还问我 闺蜜满是言语的说 你还是去问傅彦慈吧 傅彦慈这几天 恢复成正常上下班的模式 诚然 不用在他眼皮子底下晃悠这件事 让我感到舒适 但是习惯了随时随地能见到他后 猛得找不到人 难免又有些失落 所以 今天的我在闺蜜的劝说下 决定摊牌 等待的时间焦急而漫长 傅彦慈破天荒地加班了 十点才到家 几乎是他一进门 我就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他一边解外套一边笑看我 有话要和我说 我点点头 细想 再摇摇头 他无奈地笑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有 我开口 先画了一节漫画 想让你帮我看看剧情合不合理 这是我想的策略 不唐突 且顺理成章 傅彦慈将西装外套丢在一旁 接过平板预览最新一节的漫画 看完才评价 为什么女主突然表白 我接画 我接画 因为女主突然发现他喜欢男主 可是上一节他们还在吵架 我顾左右而言他 但是就是喜欢了 傅彦慈停下往下滑的手 扭头看我 他说 我突然明白了你要和我说什么 我一记直求 我喜欢你了 嗯 画漫画需要有喜欢的过程 但我喜欢你不需要过程 傅彦慈眼底有讶异 更多的是惊喜 他说 今天怎么突然开窍 我也笑 虽然我的心动来得迟 但一点也不比别人的差 自然是最好的 傅彦慈捧着我的脸颊 真实地在我的额头落下轻吻 我杀风景地提 如果是漫画里 这个蜻蜓点水的额头吻读者 肯定不满意 傅彦慈笑 怎样才满意 我说 缠绵一点 他因我要求送上缠绵翡翠的吻 那一刻 我仿佛置身于如梦似幻的粉色世界 突然就懂了少女心 一吻结束 可能 是为了调节气氛 傅彦慈说 但女主还是不能表白 漫画需要逻辑 我轻笑 我知道 我说 这一节是为了套住你画的 和傅彦慈的恋爱 与大多数情侣一样 早晨她起床 会帮我挤好牙膏 落下早安稳后 再去公司 晚上回家 会顺路给我带 喜欢的小零食或者小首饰 很日常的生活 甚至比结婚初期还要平淡 但我依旧感觉甜蜜 而在甜蜜中画出的少女漫 似乎真有成效 曾经被腰斩的少女漫 如今连载成绩持续攀高 甚至一跃成为漫画在看榜榜首 编辑发来新的评价 你是怎么突然开窍的 我收回过去的话 她说 你懂霸总了 你懂少女了 你懂爱情了 一雪前耻的滋味自然是好 当晚傅燕慈到家 我便给她献上大大的亲吻 她搂着我的腰 一边亲我一边问我 今天怎么这么热情 我说 我终于不再是少女漫杀手了 庆祝一下 哈哈 她也笑 光亲算什么庆祝 要不办个婚礼庆祝一下 我呆住 她问 难道你不想将我公之于众吗 我接话 自然是要公开 对啊 她声音像要诱拐我 我们都领证好久了 而且我身边的朋友也想见见你 我点头 那就办婚礼吧 婚礼最终选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岛上 大小事宜由傅燕慈一手操办 我似乎只需要穿上婚礼 坚定地走向她 再说一声 我愿意就足够 那天的傅燕慈很高兴 她在外向来是喜怒不形于色的 但那天她一直在笑 笑得她朋友都来调侃她 知道你捡到宝了 别再笑了 傅燕慈当时强势地揽过我的肩 颇字豪说 宝算什么 我有晨曦 在一众鱿鱼声中 我休暖地低下头 那晚春风得意的傅燕慈 在九国三巡后 更是直接在饭桌分享她读 如何让老婆宠你一辈子的心得体会 我建议已婚的男性人手一本 她说做三好丈夫 想幸福人生 有人暧昧问 傅哥哪三好啊 傅燕慈看我一眼 刚要解释被我当机立断捂住嘴 我直觉那没有好话 傅燕慈也不强求 笑着说自己琢磨去吧 回到酒店房间已经是很晚 人前的傅燕慈喝得醉醺醺 人后的傅燕慈清醒地能去公司开董事会 我撇她 你真能装 洗过澡的傅燕慈当即倒在床上 软呼呼说 老婆我真醉了 我哼哼两声 置之不理 她又坐起来 春宵一刻值千金 我怎么能被酒耽误 我一边抹面霜一边说 可我们不是早就 她笑 哪碗都是春宵啊 不正经 我瞪她 她拍拍床铺 什么时候才能好 我朝她走去 问 那些书你真看了吗 看了 她说 什么感受 书不是重点 傅燕慈说 婚礼上我说的都不是空话 我愿意是我的承诺 我会陪你到老 她说 我们只看今后 我搂着她 那我宠你一辈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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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